一位科学家 埃罗尔法鲁克博士声称 他研究一件复杂的个案 将近40年 可以证明一架外星人的太空船登陆过地球 他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 关于40年前一架降落在堪萨斯州德尔夫斯的UFO事件 在一次著名的UFO目击事件发生之后 埃罗尔法鲁克博士发表了关于地面上发现的实体研究报告 结论就是外星人在此的活动过 是唯一的解释 在个人出版作品《The Compelling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UFOs》这本书中 这名英国出生土耳其艺化学家 仔细检查了1971年11月2日晚间在美国堪萨斯州发生的 德尔夫斯UFO目击案例 这个正式记录的事件 是一些外星人研究者认为最令人信服的UFO案例之一 归因于地面留下烧焦的环状痕迹 据说是当时UFO留下的着陆痕迹 目击者是16岁的罗恩詹森 大约晚上7点 他正在自家农场和家里的狗狗叫雪球一起放羊 当时他看到一架直径6到8英尺形状像蘑菇的飞碟 出现在夜晚的天空 这架飞碟被形容成有多色彩的亮光 距离75英尺外的树林间盘旋着 离地面只差几英尺 然后他以炫目的光芒攀升上去 他提醒了他的父母注意 接着飞碟消失在眼前 不过这家人发现地面上留有UFO 着陆过发光的环圈 在附近的树上也有相似的物质 这家人说着发光的东西 感觉很奇怪 像是光滑的外壳 好像土壤已结晶了 詹森太太在触摸它之后 手上留有麻麻的感觉 在目击过后10分钟 詹森一家人把发光环拍照下来 在环内土壤的样本 送去分析并存在许多的实验室里 据说这东西有强烈的防水特性 来自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另一个目击者 Lester Ansparger也出面说明 同一个晚上时间7点半 他通知副警长Leonard Simpson 说他在德尔福斯的天空 看见一个亮光在正在上升 根据网站ufocastbook.com报道 罗恩詹森的经验 仍然被视作在过去一世纪中 其中一件UFO地面追踪 最好的记录案例 而且仍是传统或者地球上的 任何方法都无法解释的现象 法鲁克博士承认他研究UFO现象 是终身的兴趣 他将工作焦点放在调查环内土壤的化学组成成分 他向诺丁汉大学要求储存的土壤 得到一些样本 埃罗尔法鲁克说 这个目前还身份不明的盘旋飞行物 显然已在其周边地区内 制造一种不稳定化合物所形成的水溶液 唯一的解释就是光发射的结果 他在书中提到 把水放在受到影响的土壤上面 就好像把它放在玻璃表面一样 水自然形成水滴坐落在表面上 虽然他还是未能完全鉴别土壤中的化合物 他声称有探测到 高度水溶性的有机化合物使土壤化学发光 他说这可能是 那时传说会发光的原因 法鲁克博士 做出三个可能的结论 第一种是异常骗局 这个环圈其实是精灵变出来的 第二种散菌所自然形成的环 或者第三种可能是真的有外星飞船 被看到了 他说因为这种化合的特征 太不寻常加上晚上风向的伸长特性 骗局是不太可能 他也排除真菌环的可能 他说在化合物中发现的 水溶性有机缩酸碱金属盐 不会是由真菌产生 他提到这个意味着真的有外星飞船 被目击到的解释 是最有可能的 书中也写到 关于那个夜晚可能发生的事 有了图像开始浮现出来 这个目前还身份不明的盘旋飞行物 显然已在其周边地区内 制造一种不稳定化合物所形成的水溶液 而有可能唯一作用来源就是光发射的结果 当物体在树林间定位时 可能想避免在空中被看到 因此有一些溶液沉积到地面 詹森一家人靠近环圈区时 已有足够的溶积物被存入地面 然后物体就飞离了 这本著作是法鲁克博士 基于大量科学研究论文而写成 这些论文原本为了在很多科学期刊中发表 然而却被退回了 法鲁克博士声称 虽然他的报告需要物理和化学的证据的处理 他却被告知这项调查是不适合的题材 谢谢观看地球旅客频道 喜欢的朋友请订阅与点赞 还有点击小铃铛 谢谢你们的支持